比较简单一点的表单 这个又更稍微的复杂一点点 那里面一个重点就是 它也是会自动带 自动带那个清单到那个下拉 combo box里面 所以这个逻辑跟刚刚差不多 只是说编号的部分 这边不需要出来 因为我们一样呢 编号还是自动给它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表单里面 比如说是什么销售系统 然后品名的话 一样是当启动的时候 自动就把那个品名 自动丢进去 而且丢进去的也是 就不用NAS 自动就是去抓哪一个工作表 的哪一个范围的资料 自动丢到这个下拉清单 那也就是将来这个表单 自动就带 假设它下拉之后 那单价自动带出来 所以它只要输入品名 单价带出 输入数量 小计自动带出 再输入地区 然后按个确定 它就把这笔记录 写到这个Excel里面 那实际上以前的做法 是会另外用那个资料库 不过我们现在的做法 是直接把Excel当资料库用 就是直接写到Excel里面就好了 OK 所以很多公司现在不太买资料 买SS也是这个道理 因为SS本身说真的 用到的几率很低 可是你要额外多一个授权 其实公司的费用会增加 那慢慢当然大家就想说 那可不可以用Excel来取代SS 其实部分的功能是可以的 OK 那只是说第一个你要怎么做这个表单 那首先请各位 也许来我大概快速讲一下 前面讲表单的话 不外乎就是 你要做这个表单 那就一定是 可能是由内而外 由左到右 一个个个别做 里面需要做什么元件呢 工作 这个工具箱里面都有 那我们大概会用到几个 第一个也许是 这个前面是标签 总共会有五个标签 然后呢 这个CumboBox下拉清单 会有一个 两个 那单价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那个可以输入的 或者你用Label 因为这个是自动带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用Label 或那个Test其实都可以 那数量给它 让它可以输入 这个地方的话 小记自动带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我用Label 然后四个按钮 那这四个按钮 基本上就按确定之后 把这五个使用者输入的东西 带到我们的 那个Excel里面 自动让它输入一笔 那也就是说 这边有一笔空的 它就输入到 所以你要知道说 目前最下面一笔在哪里 然后呢 自动帮它找到它的下一笔 并且把资料先给填上去 但是我们表单里面呢 并没有填编号 那它会自动怎么样 抓到你现在最下面一列 这个编号 把它加一之后 写到它下一列不就好了 就会有一个编号嘛 然后呢 再把我们表单里面的 这五个资料写进来 写完之后呢 把那个资料清空 然后就可以再输入下一笔 再输入下一笔 那最好当然它可以 不用离开键盘 比如填填填填填填填 填完之后 Enter 它就可以快速再输入 因为前端销售人员呢 你不能给它 尽量让它方便一些些的功能 它在输入上面 就会很便利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想 各位先试试看 但是另外一个销售系统 每一台电脑可能都有 那最后怎么汇整 也是一个问题 比如说每一台电脑都有 最后要怎么集结在 以往可能就是 用以色列给大家复制 或者是共用 可是那都不是很好的方法 一般如果要共用资料的话 通常呢 会把资料呢 写到资料库里面 不然这个时候 其实资料库还是有必要性 因为不是 因为你资料量大家都有 你没有个资料库存放的话 其实会有很大的问题 那可是问题 后面要怎么样 把资料再写到资料库里面去 这个我想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先表单 后面再来看资料库 所以呢 也许就是 当它下班以前 它可以把资料 怎么样呢 新增到那边去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那请各位 待会试试看 利用那个开发联益里面的这个 Video Basic 按右键 插入一个什么呢 制定表单 这个制定表单里面的话呢 我们 再按部就班 一个一个的在 也许可以参考云端这个吧 待会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表单的设计 一般叫UI 不过现在慢慢又改成什么 UX UX实际上就是以前是 user的interface嘛 就跟使用者沟通的桥梁 可是问题啊 你不能以前工程师写什么 就做出来的东西 其实会 如果不友善的话 使用者输入起来就不好用 所以慢慢还是要强调那个 就是使用者的这个什么 使用经验 X是experience 就是使用者经验 也就是说呢 尽量让使用者 可以很方 几乎不用学习 就会操作你的系统 那这样会是更好 这是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你会发现现在为什么 最近好像 这一步一直在推 就是跨领域学习 不是说理科的学生 他就比较不太去了解 人文的东西 因为你要 最后关键还是在什么 跟人之间沟通 因为技术只是其中的一环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设计这个表单 其实基本上 一般的那个概念 其实 无论是你是设计像这个东西 或者现在手机的APP都一样 一定遵循 有一个共通的概念 其实我的习惯就是 MVC 其实MVC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 程式设计流程 第一个是什么 M的话就是 Meta Data 指定你资料 就是你的资料 假设有六个栏位 V的话 就是你要怎么去 再把这个资料部分 做一个界面出来 让它将来可以 跟资料之间做沟通 V的话 指的是V View 画面的意思 C的话 就是控制 控制实际上就是程式 就是写程式 所以分别是 有资料 有画面 再来撰写程式 OK 这MVC 这个概念 我想应该 如果有在撰写程式的同学 应该对这个不陌生 那不只是说 学VBA 其实在手机APP上面的设计 大家也都遵循类似的 那个概念 那我们就反正就是照这个方式来做 第一个资料有了 第二个的话 画面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然画面我讲过了 尽量要比较友善一点点 那怎么样比较友善 其实像苹果卖的这么好 其实就非常友善 不用学习就会嘛 至于怎么友善呢 这个当然 你就尽量让使用者 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这个画面上 我们资料有这些 所以我分别就是在这上面 跟他讲说 你需要的 我需要你输入的就是什么 品名 自动代数单价 数量给我 地区给我 最后我就输入进去 所以你只要给我三个东西 那这三个东西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就是 先拉一个 我的习惯拉一个什么呢 一个按右键 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刚刚讲过 然后这个表单里面的话呢 我习惯是 把这个表单叫做home 所以你在那个name的地方 改一下 home 不一定要叫home 这个名称我习惯是 主页都叫home 然后呢 进来之后的话呢 它的左上角 如果这个名称要变更 比如说XXX的 这个销售系统 另外的底色的话就backcolor 所以我改了三个属性 一个name 一个backcolor 一个是caption 三个属性 再来的话呢 我在上面呢 放了 假设我未来需要有这五个标签 那五个标签怎么做 其实只要做一个啦 另外四个其实用复制贴上 反正里面字不一样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会比较快 一 拖拉一个什么呢 这个大A标签 拖拉之后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修改什么 里面的文字 也许叫品名好了 品名 enter 再来的话呢 还改什么呢 字的大小 所以phone 不过有些功能 其实用拆一个拆出来 所以你慢慢要习惯 你就是不要实际 然后这个字的大小 直接从这边去修改 大概18号字好了 再来的话呢 我需要怎么样 把那个字的颜色 就fold color 改成什么呢 也许红色的字 调色盘里面红色字 然后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那你可以看一下里面 大概几个字 大概都大概两个字 所以你可以拉近一点点 好啊 把它再往上一点点 因为呢 它只会水平对齐 它不会垂直对齐 OK 啊底色的话 就是back color 所以back color把它改成 比如说像浅的红色 做完一个之后的话呢 底下总共还有另外四个 按卡锁键 拖拉 OK 如果位置 假设啦 你可能没拉这么准 没关系 你就是要 选取这四个 有没有 这五个 第一个选到的一定是叫主控项 因为是以它 就有点像小学生排头为准 然后你要像 格式里面有个叫什么 对齐 主控项的左缘 有没有 排头为准 靠左对齐 有没有 它就靠左了 那再来的话呢 你如果要让它距离条一样的话 因为它是什么呢 垂直间距 有没有 设为相等就可以了 它就相等了 如果 太下面呢 一起动的话 你可以一起再拉它 它就一起动了 你可以一起移动 如果说未来 它们全部都要在一起 你就按右键 它好像有个群组吧 群组的话就是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group了 以后它们就再也不分开了 OK 类似像这样 其实这个比较像美工啦 OK 然后你再来就修改 它里面的名称 就是里面的caption 属性嘛 那之前比较问的 同学问的问题比较多 就是说 这个字可不可以置中啊 当然可以啊 它的属性 其实底下都有 名称的话 用猜应该可以猜出来 像我刚开始学这个东西啊 我都是自己一个个慢慢看 然后去猜它什么意思 因为你照书 书也是跟那个一个字典一样嘛 告诉你什么 那其实你就用猜 其中有一个叫什么 字就test嘛 对齐就是alite 所以它这个地方有个对齐方式嘛 这个可以嘛 center有没有 就center 置中了 OK 你就可以置中 不过它这边 只有水平方向的置中 它没有垂直的 所以如果你要置中的话 不过变成你 如果假设你置中一个 啊之提啊 怎么办 所以聪明的是这样子 请你全部选 全部一起什么 置中 这样不然你 不然还要再一个一个慢慢弄 不用了 这样的方式 好 OK 第一个 第二个 其他名称改 再来的话呢 底下 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需要的combo box 然后你就是再来 一样的方法 就是说 在这边 combo box在这里 所以你拖拉一个 下拉 然后这边就有了 相反平民可以向下拉 太大太小 比如说这边拉太高 对不对 如果你希望跟它一样高的话 怎么办 以它为主控向嘛 所以你先碰它 再碰它 它是白的 那高度要设为一样呢 你就怎样 格式 怎么样呢 调整大小 高度 假设你要高度跟它一样的话 高度相同 有没有发现 不过看起来太小了 有的时候是 再拉一下 好像比较大方一点点 OK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下面这边的话 也许是什么呢 再来就是我们的单价 所以单价 也许你可以用一个标签 或者都可以啦 自动带出 那我一样用文字方块 拉一下 拉一个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数量 底下的话就Label 这下拉清单 再增加四个按钮 按钮的话在这里 这边有个命令按钮 你把它点下去 然后一样可以拖拉 去修改它的什么呢 它的Caption 然后其他的字的话 自己再 字的大小啦 颜色等等 再把它加上去 来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看 好